从身上穿的服装到手里拿的电子产品 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就是中国制造 近日有韩国媒体报道称 韩国在经济上还处于危机中 中国制造业崛起 韩国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主力产业面临着被超越 就像日本的失去的20年一样 文章中提到韩国经济之所以长期停滞 是因为制造业陷入危机 而导致韩国制造业陷入危机的是中国赶超 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 制造业的年均出货量减少了5.1% 开工率已经跌到了70.3% 除了电子产品和半导体 2012年的行业数据都比现大好 分析韩国被赶超的原因 除了本身产业结构没有变化之外 中国一直在不断超越 韩国担心主力产业被中国制造2025所超越 中美芯片大战背后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 韩国也中枪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我们把半导体产品统称作芯片 然而芯片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特别多 手机 路由器 电视机 汽车等等都用到芯片 如果一个人每天接触少于20个处理芯片 那么说明这个人没有进入现代化 可见芯片应用之广泛 不吹不黑 芯片装备和原材料部分所需化学实际 日本占了60%以上 分主器产品是韩国特长 台湾主要是专业代工 美国掌握着EDA工具 光刻机等重要技术 中国的重要产业是集成电路 目前28纳米芯片已实现量产 至于中国芯片发展的原因有很多 曾设计到封装测试 如果说中国制造中半导体还处于弱势 那么中国基建就是大老般的存在 中国与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 目前为止 中国海外最大建设工程的新格雷水电站 孟加拉国的帕德马大桥 希腊的比雷阿富斯港 中国已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 中国芯片也不是毫无进展 比如说最近的光量子芯片 韩武技云端人工智能芯片 魂心二号A 记载能力三万一次每秒的超分芯片 更是会在今年实现商用 韩国媒体报道指出 在对中国的出口中 去年半导体出口美国有53亿多美元 韩国却是美国的十多倍 有650亿美元 一旦中国上一下心大力发展半导体技术 首当其冲的就是韩国 这次是个大手笔 辽宁号意外出现国际展台 引发全球关注 难道是中国有意出售航母吗 详情请关注强国军事微信公众号 回复辽宁号了解详情